中共央行、銀保監會、證金會三部門聯合印法管理辦法 要求商業銀行、農村合作銀行、農村信用合作社、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 為客戶辦理單筆5萬元人民幣以上或外幣等值1萬美元以上的現金存取業務時 需核實客戶身份並登記資金的來源或用途 每個人在不同的銀行、不同的金融機構各自的資產有多少、存款有多少、現金有多少 為他們最後強制人民放棄人民幣的紙幣、全面歸向數字貨幣再做一種鋪墊 謝田認為中共這樣做也是對全國老百姓進行摩底 因為以前有人會用不同的名字在銀行開戶 中共很難將它歸類到哪一個人身上 現在它要進一步掌握、加強對中國人的控制 中共稱出台新規是為了凡洗錢、進一步提升對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的防範能力 但是三千塊錢不到 這樣根本沒什麼錢要洗 至於官方所說的恐怖融資 謝田認為 這些是中共採用污衊的詞匯 針對遭到它迫害的異見人士或機構容易加強嚴控的手法之一 要不要消灘 這件事情 是中共採用污術的影片 是中共採用污術的那種草匙 裡面沒有絕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